玄武门前,李世民一箭射杀了李建成,为什么还要将他的头颅砍下呢?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,顺利夺得了皇位,当时的手段极其残忍,据说李世民在射杀了李建成之后,还将他的人头给砍下来,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的手足呢?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626年,太子李建成入宫时,中了同母弟弟李世民的埋伏,被一箭射杀,随后,他的头颅被砍下,滚到了地上。 李世民对亲信说,这颗头颅还有妙用。 陪着李建成入宫的是弟弟李元吉,他对摘李世民连射三箭,却因为慌张,都未能命中目标,却惊吓到了李世民的坐骑,带着李世民奔入旁边的树林,树林茂密,李世民被树枝挂住,摔下马来。 李元吉迅速赶到,想杀了李世民,李世民的亲信御赤公快马冲了过来,放箭射死了他。 随后,御赤公拎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,去办了两件大事。 这才使李世民稳稳当当的坐上了皇位。 李世民、李建成、李元吉都是太母皇后道士所生。 三人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,血脉相连。 可是,李世民却残忍地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,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? 这得从他们的父亲李渊建立唐朝说起。 隋朝末年,李渊任隋朝太原留守,李世民图谋起义,拿出钱财来暗中招揽能人义士,笼络了不少愿意效忠的死士。 但是,当时李渊招募的很多英雄豪杰,侠士大盗们,都是因为李世民才来投靠李渊的。 眼看时机成熟,李世民怂恿李渊起兵反随,李渊犹豫不决,最终在李世民的鼓动下在晋阳起兵。 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,李世民跟着李渊四处攻伐,李世民身先士卒,有勇有谋,很多关键性的战斗,得益于李世民的奇谋巧技才获得了成功。 在攻打获益一战中,李渊的军队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率领的两万大军的抵抗,因为粮食快要耗尽,李渊蒙声了退役,李世民劝阻他说, 本来我们起兵就是打着挽救苍生的旗号,现在遇到小小的挫折就退兵,跟着起义的人就散了。 李渊固执,坚持要退兵,李世民于是大声嚎哭。 李渊问他原因,李世民回答说,现在军队凭人一起事。 后退的话,军队必然溃败,敌军就会程序进攻,我为我们即将面临死亡而哭泣。 李渊制裁仔细思量,停止了退兵的决定。 几日后,李世民率领几个骑兵到霍益城下,设计激怒宋老生,让他开门迎战。 宋老生先是直奔城东,攻击驻扎在此的李渊,李建成,李建成坠落马下。 李渊只好带着李建成退兵,此时,原本驻扎在城南的李世民率领两千骑兵杀了过来,冲断了宋老生的军队。 随军乱了阵脚,仓皇奔逃,李世民趁机斩了宋老生,攻下了霍益,类似这样的战役不胜美举。 李世民一路势如破竹,闻名而来的豪杰绅士,官员百姓数不胜数,纷纷要求报效一军。 甚至很多人只闻李世民,而不知李渊,在灭随的过程中,李世民表现得十分出色。 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许诺,有朝一日自己执掌皇位后,会让李世民当太子。 公元618年,随公帝杨幼善位于李渊,李渊改国号为堂。 李渊没有承诺自己对李世民所说的话,思来想去,他还是觉得应该让敌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。 因此,他策立李建成为太子,封李世民为秦王,从大唐王朝建立到公元626年玄武门事变发生前的八年时间里。 李渊处理朝政,李世民对内平定各路叛军,对外抵御突厥来犯,立下赫赫战功。 很多李渊都觉得无法击败的强敌,都被李世民用妙计各个击破,比如百臂之战,就是后发之人,皮敌制胜的典型战力。 在这次战役中,李世民占据有利地形后,兼壁不出,养精蓄锐,敌方宋金刚率军远道而来,补给困难,带宋金刚军中粮食吃尽,不得不逃走时,李世民引兵追击,大败敌军,扶杀数万人。 如果没有李世民,李渊很可能坐不上皇位,即使坐上了皇位,也很可能坐不稳这个位置。 不夸张地说,李世民才是大唐王朝的开创者。 李建成虽然也有所建树,可是与李世民比起来,就相行见处了。 李渊甚至为了让李建成能够缩小与李世民的差距,特意安排一些能够立下战功,却又并不危险的事情给他做。 比如,李世民曾经多次击败过起义军领袖刘黑榻,刘黑榻被迫逃亡突厥,李渊派李建成率军讨伐逃亡的刘黑榻,李建成大获全胜,秦斩刘黑榻。 刘黑榻本是李世民的手下败将,仓皇如丧家之犬,而最后,秦斩刘黑榻的功劳却归于李建成。 不得不说,李渊还是偏心于长子的,李世民能力超重,生民日龙,能者多劳,能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,难免心中会有不满。 由于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,手中握有兵权,朝中又有很多拥护者,军政重心都倾向于李世民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,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李建成自知能力不及李世民,对他颇为忌惮,惧怕秦王府的强大,因此想方受法排挤他。 兄弟俩的嫌隙一日胜过一日,李建成和李世民争相在李渊面前揭露对方的错处,双方矛盾日深。 李渊总想平衡兄弟俩之间的明争暗斗,因此常常倒降狐,偶尔还帮助李建成打压李世民。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能平息事态,反而让双方更加不满,事情愈演愈烈,李建成甚至做出用毒酒毒杀李世民一事。 幸好李世民察觉得早,毒酒饮下后,虽然多次吐血,却留下了一条性命。 这件事的发生,让李世民起了杀心,李建成多次在李渊面前戒严,将秦王府的文武将官逐出秦王府,免官外放。 府中只剩下长孙无忌、高世连、玉池公和张公警等几人,众人感到危机灵际。 于是劝李世民尽快采取行动,逼李渊退位,李世民终于下了决心,定下了周密的计划,亲兄弟开始了血拼。 李世民向李渊秘奏,李建成与张杰于私会,淫乱后宫。 于是,李渊照李建成入宫质询,张杰于暗中得知L1李世民秘奏的大意,急忙告诉李建成。 李建成却并不在意,自信满满地入宫觐见父皇,他的自信来源于他早已把皇宫禁军换成了自己人。 李建成自认为万无一失,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玄武门的守将常和和他手下的禁军已经被李世民成功收买。 李世民带领几位手下畅通无阻地入了宫,不但位于抵抗,竟然连给李渊和李建成报信的人都没有一个。 等到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走到玄武门,埋伏在此处的李世民发动了政变。 虽然李建成和李元吉察觉到形势不对,掉头就走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,片刻功夫,李建成和李元吉都被斩杀。 李世民杀了亲哥哥和亲弟弟,政变已经成功,已经没有人可以跟他继续争夺皇位了,杀了亲兄弟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。 按理说,应该到此为止,悄悄将事情掩盖过去。 可是,李世民却命令手下割下兄弟俩的头颅,笑称还有妙用。 他到底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做了什么呢? 一,两颗头颅解决了已经爆发的内乱。 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由来日久,双方都有数量不少的拥促,玄武门外面,李建成的手下大将薛万彻带着太子府的府兵包围了玄武门,企图攻打玄武门救出李建成。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,只要有一丝希望,薛万彻都不会罢手,玄武门一旦被攻破,就免不了一场血腥厮杀,不仅死伤难以计数。 也关系到朝中政局是否能够稳定,关键时刻,李世民的手下拿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示众,两人的手下一看,主攻已死,失了斗志,做鸟受散,避免了一场血流成河的斗争。 二,两颗头颅促进了李渊的让位。 玉池公带着两颗头颅见了李渊,对他说,太子与齐王造反,秦王举兵已经当凭两人,秦王派我来这里,保护皇帝您的安全,李渊大惊失色,心痛不已。 可是,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,李渊彻底明白了,李世民已经控制了大唐朝廷的里里外外。 这个儿子能够做出失杀兄弟之事,难免不敢失杀自己这个父亲,自己能做的只有赶紧退位,否则可能性命不保。 挣扎了两个月后,李渊终于退位,将皇位让给了李世民,毫无疑问,这两颗头颅加快了李世民上位的步伐。 三两颗头颅,获得了文武百官的忠心,摇摆不定的群体看到李世民如此果决残酷,立即决定了自己应该抱谁的大腿。 而那些曾经支持李渊成的文武百官,心中静若寒蝉,再也不敢掀起风浪,无论是杀姬景侯也好,还是断了心怀一心之人的念想。 这两颗头颅让文武百官真正归心,可以说,两颗头颅是打开玄武门之变成功的钥匙,没有这把钥匙,胜利的曙光可能会来得迟一些,也可能不会到来。 2005年,西安一处工地上,一个工人无意中挖出了两块石碑,他偷偷将两块石碑藏了起来,暗中寻找买家。 文武贩子看到石碑后,心中暗喜,表面却不动声色,用低价将两块石碑收入囊中,四年后,文武贩子落网。 两块石碑被公安局追缴了回来,文物专家看到石碑后,简直欣喜若狂,一段隐秘的历史露出了一角。 这两块石碑正是李建成的墓碑,按照常理,墓碑上通常记录的是死者的嗜好,死因,生平事迹等等。 可是这块墓碑上,只用了简单的55个字,记录了李建成的嗜好,死亡和下葬时间,其余内容全无,墓碑上这样写,大唐顾熙引王墓制,王会建成。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忽于京师,月以珍观二年碎色物子珍珠埃尔及有硕十三日新有,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园。 细心的文物专家注意到,李建成的嗜好影子的位置上,出现了磨损的痕迹。 原来,最初根据大臣们的建议,李世民想给李建成的嗜好定为利,利这个字带有强烈的贬义,有谋逆之意。 李世民斟酌再三,犹豫不决,最后还是改成了影子言下之意,希望世人淡忘此事。 于是,已经做好的墓碑就默去了利字,改为隐,一字的改动,暴露了李世民矛盾的内心。 他是一个帝王,夺位食果断绝绝,残酷冷血。 他也是一个人,违背伦理,杀害手足,也会让他无法心安理得。 不过,李世民懊恼的并不是杀掉亲兄弟,夺了皇位,而是施杀亲兄弟有损他的声明,因此用一个影子,希望世人忘掉这段血腥的夺位之争。 事实上,李世民不仅不后悔斩杀了亲兄弟,反而进一步杀光李建成的五个年幼的儿子,也将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诛杀。 血脉亲情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不值一提,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血脉osis 血脉文差 血脉